。 登登!這個就是我 裝衣服的行李箱 這個是29寸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 它一樣也是可以加寬的 所以實際上可以裝那比29寸更多 那這邊的話 我就是有帶了一些衣架 因為我 我這半邊主要是裝外套 然後這半邊就是裝其他的衣物這樣 所以外套我們就衣架另外一方 因為不然這樣我還會放進去 然後打開 我大概帶了八件外套左右 然後大部分是厚的 就是我的浴巾跟插頭的毛巾 因為我是念商學人 所以我有帶一套正妝 是西裝外套、西裝褲跟白襯衫 是這一件 然後我這邊帶的是封衣外套 封衣外套 然後 然後 這件是 Levis的後牛仔 然後裡面是刷毛的 因為英國非常的冷 所以我帶的外套都是以後外套絕多 然後這是 這件是ROOTS的外套 好 一樣也是刷毛的 好我先把它掛起來 好剛剛我們都掛好了 現在我要來 我看這件是 我帶的最後的 是Superfly 我之前來英國的Outlet買的 很便宜 兩三千 台灣要上萬 然後裡面也是刷毛 防風防服刷毛 可是可惜的是它沒有包子 這件已經算很好了 然後 我還帶了UniClo的輕無容 有時候沒那麼冷的時候可以穿 然後這一件是 那種 韓版的長大衣 其實它不太薄暖說真的 但是就是 有時候可以穿下 然後這一件一樣是ROOTS的 但它是比較薄的外套 裡面有 微微的刷毛 帽子 這樣 然後最下面的話 是兩件 皮 外套 就是非常 普通的皮 外套 這個是 心理箱防塵套 這個是 像我剛剛 拿 刮那個 西裝跟皮 的那種 防塵套 然後這是一些 塑膠袋 到時候買的 怕有時候會用到塑膠袋 就這樣 好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就是普通的外套 然後 我也是帶東東的皮膠 我有用 壓縮蓋 這個裡面呢 有 有差不多 有四件發熱衣 然後 一二三四 大概六到七件的長袖外套 不是長袖 上衣 它只是 還能裝的 壓縮的很厲害 然後 這邊的話 是 我的 長褲 我帶了五件 然後 這一袋呢 是我的內衣褲 跟短袖上 還有一個毛巾 我短袖上 一直帶了 三件 三件 然後包含水衣 因為這裡室內都有空調 所以也不需要穿的 太厚 所以我完全沒有帶長袖 所以水跑時候的都沒有 然後因為 冬天會很冷 所以我帶了手套 我自己原本的 還有一個毛帽 如此的 跟一個 這是 防水 防雪的手套 下雪的話 但是 雖然我不知道這邊會不會下雪 應該是會的 我自己 插頭好兵 各位觀眾 我帶了另外一個 非常厲害的東西 來 我試試 它 叫做 是 等一下喔 卡住卡住卡住 真的是小 非常的大 它 就是 床 單 我帶了床單 兩個枕頭套 然後 喔 這可是 這邊這個錢粉 是 吸水 比較吸水的地盤 配放在浴室 抑鬱症狀的地方 然後 還有一個 棉被 很厲害啦 這也是用壓縮袋 它就佔大概 這個的 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吧 總之 我都散下了 那 這些就是我的 大行李箱 裡面裝的東西 主要是衣服為主 然後還裝了這個 床單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 按讚跟分享 那 有任何問題 或是有什麼想要知道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掰掰